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社圖最新Ferity品牌的衣服啊 就是我們身上穿的 這件 還有這件 這件大家可能沒有看過時穿 還有這件 白色的這件 我們今天開放超商預購了 但是這個超商預購有一個前提 大家一樣去我們的網站 然後去填寫之下 填寫購買 那地址一樣先留你家的地址 但是這個備註欄的地方 幫我填上你希望送的全家跟 7ven的地址 然後最好是有門市的代碼 或是門市的名稱 比如說這個花蓮門市啊 新成本市之類的 幫我貼上去 我們會幫你親自電到店送 那就是0元 因為你要先付款 但這個有一個前提啊 你名字要留對 因為這個超商店員是用這個 身份證 實名字 因為是0元的 所以他一定要確認的名字 所以你不要寫什麼 煞氣野君者啊什麼的啊 說不到 但是身份證拿出來 你就不是煞氣野君者 什麼南港周杰倫 南港周子儀啊 不好意思喔找不到人啊 好那很多人說 我們這件衣服稍微偏貴 但我覺得貴的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這次要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衣服到底舒不舒適 到底透不透氣 然後跪在哪裡啊 我們這衣服的點 君者先分享一下 其實我收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還蠻驚艷的 因為其實裡面的包裝啊 我覺得非常的精美 就是說除了衣服之外 好像還有一些什麼 像別針 那還有小卡片 我覺得真的是蠻用心的 這邊可以提醒大家 只要你是宅配到服的 也都有禮盒 也都會有跟君者一樣 甚至更精美 因為我們有一些 更多的時間去做這個包裝對不對 會更漂亮 還有其他的贈品 這邊就稍微不透露了 超商取貨就沒辦法 因為超商因為跟那個 運送財機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付 禮盒 對 可是我們一樣會有包裝袋 包得漂漂亮的送到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衣服的材質 我覺得衣服的材質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有的人穿白色的T恤 是很過於透膚的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 不然曝光的狀況 那八九這一件衣服呢 今天穿的雖然是黑色 但另外一件是白的嘛 他們穿的這一件 這個白色的磅束非常的夠 穿起來第一個舒服 第二個是得體 設計又好看 還有一些小小的絲 大家拿到就知道 不只正面看到這樣 背面其實也有一些小小的絲 然後穿起來呢 也很舒服 大家如果看我影片也知道 我穿過非常多次了 推薦 真的 而且我們磅束 也取一個中間值 我們不會磅束高到 太悶 太磨皮膚 我今天有帶來一件 這個我是在電商平台買的 這件你摸一下 會痛喔 有一點 來來你看我的 有差了吧 我們有比過 因為今天我們帶這衣服 君澤都沒看過 所以他講的大家可以相信 這兩件呢 它的磅束是差不多 厚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質感是不是差很多 質地不一樣 對質地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拿說買個蝦皮上 看個一兩百兩三百的白T 應該 綽綽有餘啦 結果買了 資料都非常的差 所以我從此之後 我只去實體店 因為摸得到穿得到 你沒有比較不知道 那個兩個放在一起 那個摸起來的感覺 是真的差很多 真的啦 真的有差 坦白講 當初八九有說就是 他要就是 寄件給我來試試看這樣子 應該說我拿到之前 我非常的懷疑 因為有的時候 你們真的不知道 電商收到的東西 會是什麼樣子 即便是朋友送的東西 你都不知道他會是什麼品質 我拿到的時候 真的是有嚇到啦 他這個真的是不輸 現在實體店面在賣的衣服 我們這件成本不輸 真的不輸喔 不然成衣啦 或是賣東西 我們的成本一定是抓3% 因為剩下的會有什麼物流 等等東西的 而且他是白T 他們有設計 我們還有設計 這個八雄這一件 是還有設計的 其實這設計 我覺得蠻好看的 你摸一下這個 其實也不一樣 我可以要一件這個嗎 這個 這個限量版 限量版 對對對 你摸這邊的材質 跟這邊又不一樣 他這個口袋的材質 跟衣服的材質是不一樣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透氣的 這邊那個時候 當時我們跟設計團隊 討論過很多次 就是因為 如果他是同一塊布 然後我們再印一個八斧上去 他會很嫩 但是剛 君者有摸到 他就有介紹 其實那是透氣的 我們測試了很多次 所以我們證明給一些 就是想要出來 在大眾面前的人看 有的時候透氣的衣服 不一定要過爆 現在其實我們也準備另外兩件 他其實也很透氣 但他的棒數 就跟我們這次選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次就是希望大家穿出去 得體好看 又舒服 他沒有辦法太便宜 但也不至於太貴 對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這一款 在影片大家看 可能沒有剛才 君者親手摸到有感覺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小實測 好 那我們現在來實測一下 他們的透氣性 OK 這個是初步 小粉紅穿的 來 君者試一下 我吹嗎 現在是要吹是不是 隔著一層 對對對 隔著一層吹 稍微的 他大概動這樣 好 來來換我們的衣服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那個 他牌的 這一件是 有一個球隊他出的紀念梯 他很薄 他就是會透的那種 所以我們比完這三件了 這件最透氣嘛 但他的棒數是最低的 他很薄 所以就是穿他出去的時候 你說下雨天會遇到什麼情況 這個下雨天就是整個貼身 就是會有君者擔心的事情 就會發生 他棒數很低 所以他吸水後 完全貼在你的身上 下雨天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很尷尬 但因為我們的棒數比較高 所以他就算 真的不小心下雨天 稍微的走個路 他雖然濕了 但他不至於到整個貼在你 因為他自己的衣服 他自己是有一定的厚重度上 最後就是我們那個初步衣 他雖然是同棒數 他淋雨可能也不會完全到貼身 但是他的透氣性就是非常 他也是不舒服 對他的透氣性就很差 你下雨你就知道超悶 除了下雨 這個平常夏天穿真的 也很悶 我們這件真的很軟 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我進去 但是君者你可以拿這三件衣服 然後你拉看看 拉看看喔 這個是初步衣啦 初步衣喔 你再拉看看我們的 這個延展 延展性很好喔 因為其實做衣服就是紡織 他就是一針一線做出來的 那我們這個他 因為他每一針他的比較近 所以他的延展性就會比較好 嗯來試試看這個 這延展性也是好 延展性好 可是他沒有那麼彈 因為我覺得是棒數不一樣的差別 材質我覺得也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延展性比較好一點 剛好這三件是一個相互對比 重棒數跟重棒數之間 我們的透氣性是好的 那在透氣性跟透氣性之間 我們又可以做到重棒數 但是他有同樣的柔軟感 但我們的缺點就是 相對來說貴 很貴嗎 沒有因為我們不是LVPrada 如果我們是LVPrada 喔 很燙的啦 我們是反共滷華的 怎麼可以賣這麼貴呢 小粉我們會買不起 我今天如果出這個賣你200 賣你300 我才是對不起你們 在我們可以控的範圍內 找了一個適合大家的 就是我們盡可能 可以給大家的一個價格 就不要在那邊 在那邊留言不懂 裝懂說割韭菜 真的是不知道在割什麼東西 沒有 你買了 然後你確實買到下定 你拿到了 你覺得跟你平常穿的差很多 那我才是割韭菜 因為我有看到有人說什麼 啊每個網紅在賣衣服啊 出售別人都說自己是最頂的 我們也不能說我們自己的材質 是最頂最好的 但是我們一定是希望 可以給大家CP值最好的 各位可以看到 我除了再次去美國走線 送給那麼多反共大V之外 我們身邊的一些 像一些親朋好友 對 一些台派的好朋友嘛 對 像那個Youtuber也有一些 像銀針律師啊 政治人物 波特王也有說到 波特王也有說到 荒蜜也有一件 很多台派的這個好朋友 然後都有一起 來推薦這個衣服 其實我覺得品質應該大家 有目共睹的 我們既然敢給這些 有聲量的人 我們當然不會拿出 這件 其實我不敢記 我才會回自己名聲啊 據我所知 你好像還是 還有送給其他 蠻多台派的好朋友對不對 就是如果大家之後 有看到一些台派的朋友 陸陸續續PO出來大家就知道 真的為什麼別人敢推薦 其實說實話 我今天敢坐在這邊推薦這個衣服 也是因為 這個衣服的品質真的好 我今天穿在身上啊 穿著這一件去聚會 去參加遊行 去開記者會 我不會怕啊 我這件這一件沒有拿出來 我這個LOGO也不敢露 因為它算是蠻大家的 是平民服飾 我也不是說它差 但是它這一件價格 大概其實 590 600就有了 但是它跟我們這個衣服 其實說真的 我們這樣貼個幾百塊 可以換到一件很挺的衣服 它一樣透氣 它的棒數其實就比這一件好一點點 是借在我們這兩個之間 那其實你多一點點錢 你可以買到一件 可以一直穿一直穿的衣服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像這個人 他就是沒有在燙衣服 或是那個 洗衣機洗完 就直接一頭菜乾這樣在那邊 很多人會 擔心說穿衣服會變鹹菜乾 或者是說那個衣服 臉口會有荷葉變 衣服洗酒一定會 我相信我們可以 堅持的比這些衣服舊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 多多下訂 多多購買 好啦 所以今天品質分享就到這裡 趕快 趕快買 小粉紅也可以買 你只要敢買 我就幫你敢寄到中國 錢醫生你也要敢買 越來越多了 他們一直問我說 怎麼寄到中國 我就說你不用擔心 你敢下 我敢送 可是這種通常不會是小粉紅的 其實我們海外的 美國 澳洲 紐西蘭城 日本很多地方都有在跟我們下訂 有限量嗎 我們都是預購的 賣完之後下一波活動 會不會有這樣的就不一定 剛才君子說會不會有限量什麼 其實不會 因為只要是像剛才提到中國 或是一些離島 我們即使物流沒有配送的地方 我們今天都敢開全家7-7的取貨了 就代表我們會親自幫大家送 只要你買了 我們一定會想辦法 盡可能幫大家送到 當然可能會跟原本你載配到家的不一樣 比如說像剛才我說的 米盒可能會沒有 這大家稍微取捨一下 你想買 基本上應該是都買得到 我這樣聽起來是這樣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購買我們的衣服 不喜歡的去訂閱君子的頻道 為什麼不喜歡 只要訂閱我們 喜歡的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還要買我們的衣服回去燒 白色的衣服適合 好 掰掰 掰掰